联合国的救助 欧洲各国的接纳 但是难民却越来越多 如今的所有难民中 绝大部分身上都有着一个标签 那就是美国制造 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包括战后在日本台湾的中国难民 也是美国带过来到现在 还是没有处理的人权问题 6月20日与世界难民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表示 美国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发动战争 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便一走了之 而当地国家人民却要面对流离失所 贫穷落后和未知的未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20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称 美国所作所为 正是世界难民问题的最大推手 是对世界人权的粗暴践踏 王文斌指 拥有最多资源的富裕国家 在修建隔离墙 关闭边境或驱逐漂洋过海的难民 是对难民保护理念的蔑视和践踏 他提到 数据显示 美国在911之后发动 战争所造成的难民数量在 4900万至600万之间 其中仅阿富汗就有 1100万人沦为难民 原文王指 世界难民日中国外交部 美国发动战争 留下烂摊子后 一走了之 世界难民日中国外交部 美国发动战争 留下烂摊子后 一走了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子